常言道全怕少壮 可在金庸笔下的武侠世界中 却又存在着越老越妖的高人 比如天龙八部中登场的少林扫地僧 那老者不知是何来历 只知道他一登场 那所谓的天龙四爵也瞬间黯然失色 哪怕是被读者视为战神的萧锋 也最多只能做到 让他吐了一口血而已 并无性命之忧 那老僧着实深不可测 又如以天图龙记中的武当派祖师张三丰 那道人也同样是年过百岁 仍屹立于武林之巅 所以年少之人要在武林中扬威 其实并不容易 而金庸笔下却有一人做到了十九岁 便称霸武林 那人或许才是金庸全书第一高 一个成了大理的异国之君 一个成了灵鹫宫的新任公主 这么一部洋洋洒洒 荡气回肠的武侠故事也落下了帷幕 然而在新修版的天龙八部里 金庸还给天龙三兄弟增添了新的剧情 金庸写道 肖锋自尽前将丐帮的降龙十八掌 和打狗棒法尽数传给了虚主 肖锋死后 虚主谨遵肖锋的遗言 等到丐帮出了一位少年英豪 将降龙十八掌和打狗棒法又传回了丐帮 正是在虚主的帮助下 丐帮这才没有断了武学传承 因此丐帮上上下下都是虚主为恩人 可见 在虚主的撮合下 丐帮和灵鹫宫结成了联盟 灵鹫宫有原有的九天九部众女 还有七十二岛岛主 三十六洞洞主 以及虚主后来吸纳的星宿派弟子 丐帮则有遍布天下的十万教众 这两大帮派的结盟无疑是一个惊人壮举 加上虚主又和断裕是结败兄弟 丐帮、灵鹫宫、大理、断氏 这三个门派的抱团取暖 足以震撼整个武林 就算称霸中原也并非难事 倘若独孤求败得罪了三大门派 就算他的剑法在出神入化 他也双拳难敌四手 只能躲到深山老林之中 跟着雕兄哀声叹气了 凑巧的是 断裕的原形是大理的轩人帝 他足足活了九十三岁 直到王重阳去世的第六年 这才撒手归西 也就是说 断裕活到了射雕时代 他非常有可能被只求一败的 独孤求败给盯上了 为了击败断裕 独孤求败使出了独孤九剑的 最后一式破气式 剑气竟破了六脉神剑 还将断裕打成重伤 独孤求败虽然战胜了断裕 却惹来了大理断世 丐帮 灵鹫公的合力围剿 走投无路的独孤求败 只能自食其果 带着雕兄走进了小树林 如此一来 独孤求败为何不到五十岁就退隐 独孤求败为何没有开山立派 都能解释得清了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